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书谷,祝大家愉快地聆听每一期的读书内容。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 2018年5月4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当年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诺贝尔文学奖曾因战争或缺少合适的候选人而取消或推迟颁发, 但这次却史无前例的是由于丑闻爆发而推迟。 这次颁奖推迟的导火索是瑞典《每日新闻报文化版》的记者 马蒂尔达·古斯塔夫松发布的一篇调查报告。 报告揭露了一位文化大咖的性侵丑闻,并牵扯到瑞典文学院的腐败现象。 报告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和纷争,最终导致八名院士退出瑞典文学院, 当年无法组成足够的评审团,评议诺贝尔文学奖, 甚至动摇了瑞典文学院近百年的终身聘用制。 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到底发生了什么? 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场震惊世界的性侵丑闻是如何调查,如何曝光出来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记录在今天要为你讲解的这本《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之中》。 调查的起源要追溯到2017年。 当时,纽约时报曝光了一名好莱坞制片人的性骚扰丑闻, 引发了全球的广泛讨论。 马蒂尔达记者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关注瑞典文学圈中的类似传闻, 大家一致认为,瑞典的文学圈子中也肯定存在性侵和权力滥用。 在讨论中,让克劳德·阿尔诺的名字频频被提及。 最终,马蒂尔达决定深入调查这个神秘的文化大咖阿尔诺。 在公开可查的材料中,阿尔诺在文化界拥有相当高的地位, 他是斯德哥尔摩最好的文化场所的发起人和艺术总监。 这个论坛的常客是国际知名的文学艺术家们。 许多人在参加过论坛后获得重量级的奖项,事业更上一层楼。 阿尔诺曾获得不少政府颁发的奖项, 以表彰他对瑞典艺术的激发与引导, 还被瑞典政府授予北极新皇家一级歧视勋章。 他在文化界广有人脉, 社交平台上能搜索到许多文化名人与他的合影。 但文豪,文化政治家,文学评论家,老牌出版商都是他的朋友。 他经常主持诺贝尔文学奖晚宴前的硕交环节, 与文学院的男性成员一起, 用我们作为助酒词的开场。 由于他的妻子是瑞典文学院的第18席院士, 他还经常自诩为瑞典文学院的第19位院士。 阿尔诺在瑞典的文化地位似乎足够高, 高道被形容成他掌握着成就或毁灭一个人文化事业的权利。 记者马蒂尔达的整个秋天几乎都用于访谈阿尔诺的受害者们。 在哭泣和沉默编织的话语中, 他逐渐了解阿尔诺在近20年中的所作所为。 采访了18位受害者后, 整理出的故事让马蒂尔达记者感到无比震惊。 阿尔诺对年轻女性的剥削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 阿尔诺的受害者包括与他素不相识的女性, 他的朋友或同事, 以及他熟人家的女儿。 许多人从事文化或艺术工作。 当阿尔诺认识这些文学界或艺术界的女性后, 他就会利用自己在文化圈的影响力和人脉, 诱惑或是威胁他们和自己发生关系。 他总是对受害人说, 能和我上床, 你应该感到受宠若惊。 即便在公共场合, 阿尔诺也会毫无预兆地对陌生女性展开骚扰。 在书展、新书发布会、酒馆或是阿尔诺创办的论坛里, 阿尔诺肆无忌惮地触碰他们的隐私部位, 随意评价他们的身体、容貌。 他会突然将女性暗倒, 用暴力、下流、令人作呕的言语, 威胁他们不要反抗, 完全不顾及周围人的目光。 那些被诱骗与阿尔诺交往的女性往往遭受到了更为粗暴的侵害。 刚认识的时候, 阿尔诺表现得聪明、幽默、十分绅士, 但交往后, 他就变得轻蔑、傲慢, 不仅强迫女孩们和自己发生关系, 还会限制她们的人生行动, 切断她们的社交联系。 阿尔诺甚至会将这些被自己侵犯过, 被自己控制的女孩当作礼物, 转交给别的男人, 并自称为少女最好的学校。 当这些受害者试图摆脱他时, 阿尔诺就会疯狂地联系他们, 通过他们的朋友施加压力, 甚至用匿名电话骚扰、威胁。 他总是反复念叨着, 所有人都会知道你疯了。 充满恐吓意味地讲述自己如何摧毁那些, 试图指控他的女性, 如何让她们失去教职, 找不到工作, 让她们的作品无法出版, 无法评讲。 很多受害人在这种威胁下, 主动离开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岗位, 不在创作。 阿尔诺的权力是真实的, 还是他刻意夸大的? 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 因为无论怎样, 他总能以此施展恐吓与侵害, 迫使受害者保持沉默。 在过去的20年中, 受害者们几乎都对阿尔诺的犯罪行为保持了沉默, 甚至没有进行法律报案。 一些受害者担心反抗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文化界, 等级制度并不明确。 出版商、导演、画廊老板等一系列人脉和业界的口碑, 能决定很多东西。 阿尔诺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十分强大, 他们不敢去试探阿尔诺到底有多大的权力。 一些人选择沉默, 是因为谈论这些事带来的痛苦和耻辱, 让他们难以承受。 他们试图用遗忘来安抚自己, 后来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经历过那些可怕的时刻。 总观历史, 人们一直期望被害女性能证明自己曾拼死反抗, 同时还要表达出因侵犯而遭受的永恒痛苦。 人们总是追逐着性侵故事中女性的痛苦和细节, 忽略事件中真实存在的暴力和巨大创伤, 这种传播惯性也让她们害怕发生。 还有一些受害者们保持沉默的原因是, 她们认为自己不够无辜。 阿尔诺善于利用受害者的弱点, 挑选那些能够被她掌控的女性。 这些女性有的在经济上依赖她, 有的希望从她那里获得事业上的帮助或人脉拓展, 还有的人只是希望进入论坛展示自己的作品。 有的女性在被侵犯时没有及时反抗, 而是浑身僵硬。 有的人在被侵犯后仍与阿尔诺保持联系, 他们都觉得自己不是完美的受害人, 担心自己会被审判。 因为许多受害者选择了匿名, 所以马蒂尔达不得不扮演审讯者的角色, 要求受访者提供各种证明材料, 如机票、银行账单等, 询问目击者和知情者的姓名, 查阅电子邮件和日记, 这样她才能用证据链来揭示真相。 文化圈子中有很多目击者和知情人愿意接受访谈, 一些人证实, 他们亲眼看到阿尔诺毫无节制的行为。 另一些人说, 年轻的女人最好与阿尔诺保持一定距离。 还有的人说, 阿尔诺帮助了很多人上位, 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各个欠她的情。 这些证人迫于阿尔诺的文化权利也选择了匿名。 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 参与这次采访的所有人都希望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 这种伤害不仅体现在身体上, 更在于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被阿尔诺的暴力排挤出了文化界。 在了解过阿尔诺的种种恶劣行为后, 一连串问题浮现在马蒂尔达记者的心中, 阿尔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他经历过什么? 论坛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阿尔诺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人物, 既有迷人的一面, 也有阴暗的一面。 作为一个法国人, 阿尔诺的外表、举止和谈吐都满足瑞典人对法国的幻想。 他外貌英俊, 有一种非传统的略带羞涩的美, 常年穿着黑色的衣服, 显得神秘又涉人心魄。 他非常浪漫, 喜欢亲吻客人的脸颊, 能熟练地引起年轻女性的兴趣。 他的举止, 口音, 谈吐都有着一帮人的光环。 他的一些位高权重的瑞典朋友, 热衷于谈论他的生命力和魅力, 有许多女人疯狂地爱上过他。 凭借高超的社交技巧和与生俱来的异国情调, 阿尔诺几乎不费力气就成为了斯德哥尔摩夜生活的风云人物。 他知道如何在聚会中游刃有余, 如何与餐厅服务员打好交道, 他帮助那些富有才华, 但不善于交际的文人展开社交。 渐渐地, 阿尔诺凭借他那种充满孩子气的真诚, 成为瑞典先锋圈子的一员, 有策略地在高雅文化的世界中向上攀登。 一个证明就是, 在瑞典文化精英的聚会场所王子餐厅中, 他的酒杯编号是三号, 而编号越小, 声誉越高。 阿尔诺的性格也有爆裂、 极端、低裂的成分, 他享受控制一切的感觉, 必须要坐在能够看到餐厅全貌的位置上, 如果被人拒绝, 就会大发脾气, 训诫性地责骂旁人, 或是完全崩溃地倒在桌子上。 他的轻浮好色也是人尽皆知的, 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种种下流行为, 并对他们的身体发表轻蔑的评论, 就算他的妻子坐在一边, 阿尔诺也不会有所收敛。 阿尔诺还喜欢吹嘘、撒谎, 经常夸大自己在文学界、 艺术界的地位。 在他讲述的故事中, 他是就读于一流大学, 过目不忘的天才, 他曾因拒绝参军而被监禁, 他还是法国知名革命运动 《五月风暴》的主导者, 法国新浪潮电影奠基者 戈达尔的导演助理 和瑞典的新锐歌剧导演。 然而, 马蒂尔达记者的实地走访显示, 阿尔诺根本没有上过大学, 他提前报名参军, 在海军基地当电工, 《五月风暴》参与者的资料中 没有他的名字。 戈达尔导演的团队也不认识这个人。 至于艺术创作, 阿尔诺更称得上是毫无天赋。 他当过摄影家, 导演过电影, 歌剧, 话剧,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当中还有两次是因为性骚扰团队女性被解雇。 让克洛德·阿尔诺开设论坛时43岁, 此前十年, 他的作品一直受到冷遇。 有人说阿尔诺没有任何想要表达的东西, 只是一心想在文化界获得一席之地。 也有人说, 阿尔诺非常想成为艺术家, 但他缺乏这个能力。 于是, 他只能和有创造力的女人上床, 并威胁要么创造, 要么毁灭她们, 以此来完善自己掌控艺术的幻想。 为什么文化界对他的下流和谎言如此容忍? 一部分原因是, 阿尔诺并不像一个标准的坏人, 那些经典的坏人形象, 白天是一个人, 晚上就像换了一个人。 但阿尔诺的性骚扰如此公开粗暴表里如一, 导致这种行为被众人视为反复上演的闹剧。 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坦诚的流氓, 而非暗中犯下罪行的强奸犯。 阿尔诺从不羞愧, 从不扭捏, 在他身上有一种残酷、 黑暗而危险的生存智慧。 这种特质让许多人崇拜他, 愿意容忍他的各种毛病。 他的那些谎言, 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他身上迷雾的一部分, 反而加强了他神秘感的光环。 另一部分则是因为阿尔诺掌管着瑞典最核心的文化场所论坛。 虽然阿尔诺本人的艺术创作相当失败, 但他的妻子和他在王子餐厅中认识的文化精英们, 依然帮助他创办了论坛, 让他以论坛艺术总监的身份建立了自己的文化王国。 论坛在阿尔诺的人生中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被一些人视为创作的源泉, 也被一些人称作艺术的墓地。 论坛的入口是一扇虚眼的红色大门,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异常陡峭, 只要走下楼梯就能看到一群文化名人聚在一起。 地下室最大的房间里有四根方形柱子, 这四根支柱框出的区域像一个舞台。 多年间,从诺贝尔奖得主到国际知名音乐家, 再到瑞典的顶级编舞家都曾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阿尔诺和弗罗斯腾松说, 他们想创造一个可以混合不同表达方式的地方, 音乐可以转化为诗歌, 然后分解为表演, 再变成哲学思考或其他任何含义的语言。 论坛的参与者说, 这里的表演总是让人感到惊喜, 它们一结束就会消失, 不可能再次重演。 世界级的知名艺术家们 给这里带来了国际化的严肃感和精英感。 那些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作家们说, 仅仅是走入这个地下室, 都会有一种被看中的骄傲感。 许多出版社花费高价, 让旗下作家进入论坛表演。 这不难理解, 因为瑞典文学院的核心成员经常出现在这里, 新当选为文学院院士的作家和文学学者 也通常都参加过论坛。 然而,这个地方也充满了阴影。 阿尔诺常常仗着论坛发起人、管理者的身份, 在论坛中性侵、骚扰其他女性。 一些女性像前面说过的那样, 是艺术家、作家等文化行业的从事者。 还有一些女性是论坛的女助手们。 这些助手通常被要求身穿黑衣, 涂着鲜红的口红。 有曾在论坛工作过的人回忆说, 我总觉得阿尔诺可以公开且毫无阻碍地触碰这些女孩。 虽然论坛被许多人视为进入文化圈的一块跳板, 但论坛不会给这些女性开具任何工作证明。 女助手们只能把接触到顶级文化圈 获取重要知识和人脉, 与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共进晚餐, 视为对阿尔诺性骚扰的一种补偿。 她们的身份却始终是论坛女郎。 阿尔诺还利用论坛的影响力, 肆无忌惮地对受害者进行威胁。 典型的例子是, 一些女作家在她的胁迫下, 不得不放弃出版自己的作品 或放弃参与重要奖项的评选。 她们之所以妥协, 是因为担忧阿尔诺在瑞典文学院内部的话语权。 瑞典文学院在各大文学奖项的评定中, 尤其是在诺贝尔文学奖上, 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 学院不接受任何奖项申请, 也从不公开颁奖理由。 所以任何与学院有联系的人都可能握有巨大的权利。 尽管阿尔诺本人并未在瑞典文学院担任任何职务, 但文学院不仅是论坛的主要资助方, 还给予她丰厚的经济补贴, 并将学院名下的一栋公寓交由她管理。 文学院的不少院士和她是至交好友。 论坛就像一个放大器, 放大了阿尔诺权利的影响范围。 阿尔诺之所以能和瑞典文学院攀上关系, 固然是因为她在瑞典文化圈子里结交盛广, 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的妻子是卡塔莲娜·弗罗斯腾松。 弗罗斯腾松是瑞典八十年代文学的代表人物, 也被许多人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女性诗歌的起点。 在文学评论和报道中, 弗罗斯腾松拥有绝对的文学天赋。 1992年, 弗罗斯腾松成为瑞典文学院第十八席院士, 后来她还担任瑞典文学院新文学委员会的主席, 负责评定发放给年轻作家的各种创作奖金。 作为瑞典文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院士, 她的当选广受赞扬。 需要强调的是,瑞典文学院的终身制几乎是绝对的, 一旦被选入文学院,席位便与个人工作表现无关, 这赋予了院士特殊的权利和自由。 尽管弗罗斯腾松远离公众视线, 但她的文学成就为阿尔诺提供了支持和背书, 她的地位和影响力让阿尔诺在文化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阿尔诺不仅利用她妻子的关系打入文化圈, 还利用她的地位为自己性侵其他女性的行为提供庇护。 她常常打着把女性引荐给弗罗斯腾松的旗号, 把她们带到自己家里签犯。 在女性反抗她的暴行时,阿尔诺常常会问, 你不知道我和谁结婚了吗? 奇怪的是,弗罗斯腾松似乎对阿尔诺的下流行为非常容忍, 几乎称得上无视。 很多受害者都说, 她们被阿尔诺骚扰的时候, 弗罗斯腾松能看到全过程, 但她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表情都没有变化。 阿尔诺声称, 她们夫妻之间有某种协议, 她可以自由地和其他女性交往。 所谓的协议可能是阿尔诺谎言的一部分, 但弗罗斯腾松确实不遗余力地保护着阿尔诺。 在其他人向她指责阿尔诺时, 这位平常寡言少语, 被称作冰雪女王的诗人会暴怒地反驳。 她还曾经反对两名与阿尔诺发生冲突的女性获奖, 在正式发表的作品中为阿尔诺代彼。 弗罗斯腾松不合常理地捍卫的到底是什么? 这对夫妇之间到底有着怎样扭曲的关系? 从弗罗斯腾松的作品中, 或许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线索。 她曾说过, 作为一名诗人, 她对情欲与苦痛之间的界限非常着迷, 她诗中经常出现的男主人公, 就是完美的情欲和苦痛的载体, 时而被称为天使屠夫, 时而被叫做心软的杀人犯。 有理由怀疑, 这些诗歌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她的丈夫阿尔诺。 弗罗斯腾松的朋友们认为, 阿尔诺是弗罗斯腾松的艺术谬思, 阿尔诺的行为激发了她的灵感, 使她能突破内心的冷酷与节制, 得以书写暴力, 展现黑暗的少女经历, 书写孤独, 恐惧的女性声音。 弗罗斯腾松作品的另一大主题, 是捍卫私人生活和隐匿的权利。 她认为, 即使最亲近的人, 也会向你展现出她隐藏的一面, 你对她的认知一定存在模糊的边缘地带。 她会写下, 没有人是你所认为的那个人, 阿尔诺是完全无辜的这样的话语, 宣称自己完全了解阿尔诺, 或许出自包庇, 或许是出自她对隐私不同寻常的理解。 从这对夫妇的经历中, 也能找到弗洛斯腾松容忍阿尔诺的原因。 弗洛斯腾松相貌美丽, 从少女时代开始, 她的身边就总是围绕着追求者。 但在17岁那年, 第一次看到在厨房里跳舞的阿尔诺的时候, 弗洛斯腾松就爱上了这个法国男人。 弗洛斯腾松几乎是不幸地痴迷于阿尔诺, 为了得到他做出过许多努力。 他们在一起后, 阿尔诺在各个国家之间迁徙, 追逐他拙劣的导演梦想, 弗洛斯腾松就跟他一起搬到各个地方。 随着弗洛斯腾松的地位越来越高, 他和阿尔诺的关系也发生了对调。 阿尔诺的角色类似于传统作家的妻子, 让弗洛斯腾松能够放下生活中的实际事物, 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 在论坛中, 阿尔诺像一个传统的沙龙女主人, 光鲜亮丽地到处走动, 张罗着把客人们互相介绍给对方。 弗洛斯腾松则安静地在后台活动, 难以接近。 在弗洛斯腾松成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后, 阿尔诺嘲讽地说, 现在我成了文学院成员的男人了。 这对夫妇的共同朋友说, 妻子的地位高于丈夫, 会让妻子在内心产生愧疚。 弗洛斯腾松对阿尔诺种种恶行的无视, 很有可能是一种补偿。 2017年11月, 马蒂尔达记者的文章揭露了阿尔诺的性骚扰行为后, 弗洛斯腾松立刻否认。 他告诉文学院的所有成员, 阿尔诺是无辜的, 他是阴谋的受害者。 但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长萨拉·达乌尼斯表示, 他相信报道的内容是真实的, 不仅是因为报道中有如此多互相吻合的证言, 还因为他自己也被阿尔诺性骚扰过。 不仅是他, 文学院院士的女儿、妻子, 还有文学院的工作人员都曾被阿尔诺骚扰过。 但在马蒂尔达的报道发出之前, 他们都对此选择了沉默、逃避或者忽视。 瑞典文学院的成员们解释说, 由于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是终身制的, 他们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团体氛围, 把性骚扰、性侵的关键词和另一名成员的丈夫放在一起讨论, 会让气氛变得尴尬,还会引起冲突。 更何况, 每当有成员试图和弗洛斯腾松聊聊阿尔诺身上的传言时, 弗洛斯腾松都会大发雷霆。 针对马蒂尔达记者的报道, 达尼乌斯秘书长做出了历史性的表态。 一、瑞典文学院一致决定, 立即切断与阿尔诺的所有联系。 二、瑞典文学院要审查阿尔诺是否影响了文学院的工作, 特别是奖项、奖学金的发放。 三、文学院将启动调查工作, 以确保此类情况不会再次发生, 并改进日常工作。 同时, 弗洛斯腾松将被暂时排除在文学院的例行会议之外。 但瑞典文学院中有一些成员反对常务秘书长做出的决定, 他们反复论证弗洛斯腾松作为诗人的伟大之处, 认为这次对阿尔诺的讨伐完全是因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女人 想把弗洛斯腾松从诗歌的宝座上推下来。 无论如何, 瑞典文学院绝不能谴责自己的成员, 必须相信他是无辜的。 弗洛斯腾松也在自己的新书中指责一些挑刺者。 他说, 这些人自己无法进入瑞典文学院, 就通过挑衅批评他来破坏文学界的稳定, 瓦解瑞典文学院。 以是否支持弗洛斯腾松为界限, 瑞典文学院形成了两个阵营, 院士们彼此争论交锋。 过了一段时间, 瑞典文学院的报告结果也出来了。 根据报告, 1996年到2017年间, 阿尔诺至少七次泄露未来诺奖文学奖得主的信息, 还插手了瑞典文学院新院士的评选。 他的妻子弗洛斯腾松则涉嫌泄漏信息和挪用文学院经费, 违反了保密规定和职业道德, 按照章程应当被除名。 一些文学院成员对报告的可靠性表示质疑, 他们询问弗洛斯腾松有关论坛财务等方面的问题, 弗洛斯腾松对答如流, 但讽刺的是, 他的有备而来, 反而让院士们相信他并不无辜。 但即便如此, 2018年4月, 在瑞典文学院的表决投票中, 还是有超过半数的院士反对除名弗洛斯腾松。 他只是不再被允许继续使用文学院在巴黎和柏林的公寓, 他的院士资格会全部保留, 瑞典文学院也不会将调查工作移交给经济犯罪管理局。 这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三名反对弗洛斯腾松的院士宣布他们退出瑞典文学院。 他们公开表示, 瑞典文学院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背叛了学院的宗旨, 天才与品位。 六天后, 迫于守旧派的压力, 达尼乌斯秘书长不得不宣布自己退出瑞典文学院, 改革派女院士斯特·里斯贝里随之而去。 作为协调方案的一部分, 弗洛斯腾松也退出了瑞典文学院, 但弗洛斯腾松获得了住在文学院公寓的许可 和每月1.3万瑞典克朗和人民币9000元的终身津贴。 最终, 瑞典文学院共有六名院士辞职, 这是瑞典文学院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离席事件。 瑞典文学院首位女性常务秘书长的离职引起广泛关注, 支持萨拉·达尼乌斯的抗议活动也随之爆发, 200多名瑞典学者和作家表达了对剩余成员的不信任, 他们联合请愿, 指出多年来, 文学院选择无视性侵指控和女性的证词, 在沉默中培养了裙带关系, 偏见和腐败。 很快, 负责颁发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基金会采取了行动。 2018年5月4日, 文学院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延后至2019年颁发,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因评选机构陷入丑闻而无法颁发。 在离职风波后, 瑞典文学院的18个院士席位里, 仅剩10人还在履职。 而据文学院的规定, 临选新院士至少需要12名成员投票。 为了挽救分崩离析的瑞典文学院,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市古斯塔夫宣布, 终身制被打破, 成员可以辞职, 不参与文学院活动超过两年的成员将被视作离职。 文化大咖《阿尔诺》怎么样了呢? 报道发出后, 许多女性前去警局报案。 2018年10月, 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以强奸罪判处阿尔诺两年监禁。 12月, 法院判决她另向强奸罪, 刑期增至两年半。 她一共被判处以21.5万瑞典克朗, 约合人民币14.9万的罚款, 还被剥夺了那枚北极新皇家一级骑士勋章。 据瑞典媒体报道, 在狱中, 阿尔诺还因向女狱警发表性别歧视言论而受到纪律处分。 好, 这本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的主要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本书深入探讨了瑞典文学院性丑闻中的复杂情境, 揭示了文学与权力之间的错综关系。 更有意义的是, 马蒂尔达记者通过真实的案例和调查, 展示了精英群体中的权力滥用和性别歧视文化。 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阿尔诺以及他的妻子朋友们的控诉, 更告诉我们, 在追求文学和艺术的同时, 我们必须勇敢面对, 并改进那些深植于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问题。 你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